反正前面我都不介紹 因為我剛才兩分鐘已經介紹了 因為我今天有點多 可是我不知道講不講得完 然後我就盡量 沒關係 講不完校園就給你負責喔 耶~~ 好 就是 好我今天就不管了 就是女 這個就是我的title 然後我剛才就介紹過了 然後我就不講了 欸等一下沒有看 好好好 我看一下 因為就是我剛才不是講你一套旅程嗎 有有我真的在看 okok 好ok 然後就像就是 好美喔 那一套旅程就是這裡 就是花東傳奇 因為我之前 就是原本不是很怕水 然後後來因為 我去大學開始接觸 就是有游泳課啊 讀木舟 然後就是學了讀木舟課 因為剛好有一個 我們系上的老師 辦了一個 他最近出書了 對 蘇凡老師 對 不答的真老師 你有出現在最後面的 欸我嗎 嗯 有嗎 然後 真的喔 蘇凡老師就辦了 然後那時候其實 因為我真的很怕水 我是那種 就是海啊 我完全不喊下去 然後因為我們有三天的路程 然後 我是三天的行程 然後我是最後一天 因為第一天跟第二天 我們遇到那種颱風尾 所以 每個人出去啊 幾乎都是 不是暈船 然後就是搬船 然後就是被那種水上摩托車拖回去那種 就是他被 就是撐手 所以我一開始下去的時候 我就覺得非常害怕 想說 到底要不要下去 因為我其實我真的很怕很怕水 然後又說再不要下去 可是我覺得說 只要我不下去 我也許就沒有這個機會下去 然後我就 還是下去了 就沒有機會下來 哈哈哈哈哈哈 最後還是下去 然後我覺得這張 照片很漂亮 然後我就像他 然後因為這一場 這一個 就是一個機會 然後就開始我以後的海洋入城 所以就是 就是 我想問大家 就是大家對水上運動 就是水上活動 的印象是什麼 就是有什麼水上活動 好玩 熱血 熱血 很讚 我看每個人 然後還有什麼活動 超high 可以在水裡尿尿 有道理 還有活動活動活動 翻船 翻船 就是什麼香蕉船啊 就是墾丁啊 就是浮潛 然後 然後其實我想要帶給大家 是不一樣 因為我們是 就是 我現在創業是有點像 獨步走翻船那些東西 其實他跟平常的水上運動 是比較少 不一樣啦 就是也會比較少去結束 然後我就大概講一下 好 這是我 這是因為我們 就是滑完那個之後 因為我們學校自己就有器材 可是很少人都在玩這些東西 然後可是我就 然後我們回來 我們回來 就是因為我們是一群人去的 所以我們回來之後 就是想要把它 就是讓大家 更多人知道 所以我們就成立一個社團 就是海洋團體社 可能大家 比較少聽過 因為他 你在哪裡 我在這裡 好 然後我們就大概成立了兩年多了 兩年多 然後最主要就是 我們成立的宗旨只是 就是除了社團 因為大家對社團的印象都是 可能就是說 大家對社團的印象是什麼 像 有什麼印象 社團就是 就是家 對就是家 還有就是家 然後就是 玩你喜歡的東西 然後或是有些人去的東西 可是我在這個社團中 就是學到東西 就是不只 當然是大家 一開始就是參加社團 都有那一些 可是我在我這個社團中 學到很多東西 因為我覺得我們社團 就是什麼東西都做 就是 有相關的東西都做 就是有相關的東西都做 之後也是參加三團隊 然後我們有舉辦過 就是跟台獨團結會 就是 一起滑基隆雨 到一圈 然後還有沒有 就是基隆雨 然後這個就是我們 辦生命國小的活動 跟小學生 國小的 對 然後還有 我們就前陣子有辦一個公益活動 然後還有我們就 帶了那種 就是比較 就是 就是他們就是腳步方便人 因為他們 他們腳步方便 然後他們的運動 其實是很少 可是他們 我們沒有透過的機會 就是我們有辦體驗雨 然後他們是 就會來滑基隆雨 就會來滑基隆雨 因為他們只能做的話 就是 手上的運動會不太多 然後其實他們也會 就是很期望 然後我不是說 我在社團上學了很多 只是因為 只是像其他社團的話 可能就 也不是說不多 就是說 就是 會不一樣 我們就是除了辦活動 我們只要 決定是說 除了去 搭 搭帳篷啊 然後什麼 吊車啊 去組裝團團 或是保養後悔 裡面 其實我為什麼會 之後也想要創業 因為 在我參加這些活動 還有過程中 就是讓我的個性改變 然後 也讓我選到很多東西 所以我想要 透過這些 然後 讓大家也 去知道 然後去 體驗 就是 太陽 對 其實我要分享 就是我們常常賽 就是我們今年4月的時候 我們就是 從 基隆 那個 必殺魚港出發 然後我們就 開帆船到 先到 東古島到 石原島 就是 我們開了400多海裡 然後 花了很多時間 然後 因為其實大家對帆船的印象 應該很少吧 然後我想說就是 可以 就是 大家來看看 大家來看看 結果我們 因為我們是第一次 長航 也沒有 就是夜航過 也沒有夜航過 也沒有長航過 然後 然後 我們也沒有船 所以我們是自己 找船長 就是自己找船主 就是船主 我們是跟一個老師去見的 然後 船長也是我們 他是在加拿大 然後 我們就是跟他簽上開會 對 然後 我們就是自己整個表格啊 然後 就是一些準備的行鮮工作啊 然後 這邊就是分工之類的 就是 快速講 然後 就是因為我們船 他的船是在 五十港 就是在宜蘭 所以我們每一個禮拜的 假日 都需要去 去整理出來 因為我們要去比賽 所以我們要把那個 船隻的一些清潔啊 就是我們就把船底弄 就是反正弄很多東西 弄了很多東西 弄了很多東西 然後我們還要懂 船上的滾路 然後引擎那些 因為 我們在海上 也許會遇到一些事 所以我們會 要把每一次都把 check過 因為在海上的話 就是會非常噁心 對啊 我們就用了 大概持續了一個 一個月的時間 然後最後 我們 要把我們的船 再開回 從福斯港 開回 那個 小艇碼頭 然後就是我們第一次的夜晚 只有一個 30小時的故事 可是因為我覺得 應該講不完 等一下 就只有 30個小時的故事 要講30個小時 想不完 想太長了 然後那個我 就是不 等一下 只要有機會的話 再講 然後 真的 有機會再講 然後這是我們要 就是要 要出發前的照片 然後就來 是校長嗎 對 校長在中間 對 校長 天天包出來 因為其實是 校長也會很擔心我們安慰 因為 就是第一次出去 然後也是第一次以學生船 然後 就是最小的船 進出去 所以這一艘船大概是28尺 就是大概9多尺 小小 就很小 然後我們的航線 只是從基樓 一直先到 因為我們中間還有休息 然後到 再到公園 我們這一段路程 花了33個小時 對 對對 然後這就是我們 航行的時候 只是船頭 然後是海 然後 這邊有點看不到 因為我們的船 因為我們 船上有8個人 所以在28個小空間 所以我們 因為 我們會有 就是早上航行 跟晚上航行 所以我們要分上 就是 分兩班 就是輪流 開 然後有些人就 先開 然後有些人在床裡 先睡覺 然後這是我們 在上面的時候 然後 這個是就是晚上的時候 非常暗 就是其實我們一開始 也就是很不適應 因為 你在開船的時候 船裡面 沒有辦法開燈 所以都是要暗暗的 因為 時間快到了 沒關係 沒關係 然後 因為 因為你要看 就是其他東西 所以你的船上 不能開得到 所以我們 非常暗的行情 那別人怎麼看你們 我們 會有一個尾燈 就是只有幾個 就是 它不同大小的船型 它會有規定要有幾些東西 就是一寫一寫一寫的東西 可是那個就是很小 你還是看得到 對 對對對 可是 飛機裡面可以看 然後就是 然後就是 就是我們在煮飯的時候 也是很困難 因為 就是因為它很小 然後我們沒有辦法開燈 我們就是 那個 在拿一個閃電筒 在那邊煮東西 然後這就是我們在燈板的時候 然後這就是我們 休息的方式 一個就是 你可以在甲板上 可是你要抓的東西 因為它旁邊 就是你沒有抓好 就會掉下去 就是滾下去 然後就是我們 就是睡覺的地方 它其實就是椅子 然後這邊就是我們 剛剛上面 欸 坐的下面的空間 嗯 就是睡覺的地方 所以其實裡面是非常小的 對 然後我們航行了 33個小時 因為就是過了一個晚上之後 我們就 看到一個島 可是因為我覺得 就是因為我們是第一次航行 所以我們覺得有點累 然後我們就想 到那個島休息 可是我們不知道那個島是什麼 可是就是有時候 就是你真的不知道島的時候 真的我們不知道那個島 是後來我們去 就是到島的時候 因為它說到網路我們去查 他就是叫 蛤 蛤 就是一個網路 然後那個島叫糾間島 就是 後來 他以為是像浩劫從生那樣 一個島 然後只有Villson 沒有真的 後來 後來我沒有去查 那個島上只有六部人家 哇 然後我們進去的時候 可是還有網路欸 對啊 搜得到 因為它 就是還是有一段居然搜得到 太假了 然後我們就 就要進去 可是有時候進港 最重要就是 因為你不懂他們地形 因為你船 他會有吃水生 所以我們就是非常進去 就是 因為我們 喔我還沒講就是 因為我們 船上有裝那個spot 就是可以定位說你在哪裡 然後 因為我們出去嘛 然後大家都會擔心我們安危 然後我們都會把那個 網址都放在路上 然後就是一些船友啊 或什麼 他們都會一直討論 就說我們到哪裡 然後我們那時候 要進去的時候 其實 我們就會 就很小心翼翼的啊 因為它其實 這邊啊 這一塊 跟這一塊 全部都是礁石 哇 對 所以我們那時候進去的時候 就是很危險 就是因為我們有那個 我們船上也有那個 電腦 理電 然後它就是有那種水塗 就是 就是一些水深啊 或是地形塗 然後它就會有 而且我們船上也有那個側身 所以我們進去的時候 是非常小心 也許是開 所以我們開的時候 因為他們日本的水 都非常乾淨 所以我們可以看著 就是看得到 所以可是我們都要非常小心去 然後 我們收到網路之後啊 就我們看到一堆留言 就說喔那邊還很危險 還什麼什麼什麼 就開始一直這樣 就是在討論 然後這就是我們的廚房 就是很小很小 就是廚房 然後 因為我們就有一個爐 就可以加用 就是加火 就可以煮東西 然後它就 因為我們事先 就已經有準備好牛肉 然後就是放在那裡 然後加熱啊 然後就是比較簡單的東西 就是罐頭啊 什麼東西 然後那天就在水大島 其實你看 船艙其實是很小 你看我們全部都擠在那裡 然後我們睡覺 就是一半的人 睡在艙裡面 然後一半的人睡在甲房上 喔它如果下雨的話 就是下雨還是沒有 下雨的話睡覺 就是還是在 就是 還是會在外面跟 很吹 像我們在航行的時候 其實就是 就是 因為是 比賽 所以沒有辦法有 統治那些 所以我們 不管是 刮風下雨 雲下太陽 我們都要 還是要在甲房上 對 然後就是 因為那天就很暗啊 就是因為那邊也沒什麼燈 然後我們也沒有 也不敢上去 因為 也沒有任何人看 發現我們進去 哈哈 誰鬼 對對對 然後後來 就是我們在 原本不是在這個嗎 舊艦長 只是我們原本是想要 這樣航行 因為這樣航行 就是比較近 可是就是因為 我們不是有給他們航行啊 他們就一直 吵說 不可以怎麼走 怎麼走 所以我們只能 繞大圈 然後再走過來 那為什麼 為什麼不可以 因為他們說就是 他們這邊有時候 會比較淺 然後你 因為我們不熟 那是地形威脅 對 所以他就叫我們 就是要往上走 不要往上走 我們原本是 預計要 往中間走 然後這段路時候 我們都花了九 九點五個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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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宮古島 然後我們就上陸地了 然後 就是 我講一下好 這是他們的海灘 很漂亮 然後這個其實也是因為 我們船上的人 幾乎都是 就是一屆BS 走 然後我們穿下去 然後就是我們比賽 他就會有餐潛賽 就是餐潔就是晚會 然後讓大家認識啊 教育 就是有很多日本人 香港人啊 然後就不想交流 然後有些也是台灣人 然後他們就是 有一些表演 給我們看 然後我們就開始 第二段比賽 然後結果是 紅這邊跟這邊 可是我們在 就是夜行過程 過程中啊 其實我們都要非常注意 就是我們會 因為我們會 不知道那個距離 就是你跟漢翔有多距離 所以我們常常都要看什麼 燈塔啊 就是很多 很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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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就是 這是第一段賽程 然後也是到第一個島 然後石原島 我記得要去吃石原牛 真的很好吃 然後這就是我們住的民宿 他是這種日式的 然後就是那種 做這種塔塔 然後這是晚會 然後就是我們一樣是回來 可是在我們回來的過程中啊 我們遇到大風 就是三十節的風 三十節的風大概 他好像就比較快到啊 蛤 沒有就是 因為其實每一個船 他能就是 他能承受的期限是一定的 所以因為三十節 對我們來說有點大 因為我們的船 是在比賽賽場中最小的 所以 三十節風大概是 十四五四五十 哇 那個風就是 就是你會看到那個浪是這樣子 然後我們在船 不是有兩旋嗎 他的浪全部都是那種 坡上來的那一種 那怎麼在夾晚上睡覺啊 就是 我們就不會 就是會坐著啊 就是 就是 呃 睡覺的人就在裡面 睡覺的人就在裡面 就坡醒 睡的會被打醒 對啊 可以行行 只是 我們就是 就是 就是 其實你看看他說為什麼會一直 就是我們其實行線是這樣子 可是 你看我們後來行線是一直往釣魚台走 就是 其實那時候大家是在猜測說 我們為什麼會一直往釣魚台走 而且我們那時候其實是 因為是風浪真的很大 我們船 從頭到尾都是這樣子行 哇 所以我們是這樣站 就是幾乎是靠著那個 在那邊長的 然後 因為那時候風浪真的很大 然後 然後 然後就是我們的船啊 前後左右 都有那種 好像是Kostga的船 嗯 就是日本Kostga的船 然後我們就一直 因為 就是狀況很不好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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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船長也會擔心我們啊 所以我們就一直問他們啊 是不是Kostga的船啊 可是他們完全都不疑 就是他們都沒有回應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然後 可是就是一直跟著我們 然後 然後 那個 在台灣的人 是想說 是不是 因為他都以為我們要去 暫停釣魚台 所以在我們 旁邊去接護這樣子 對啊 然後 後來 只是後來因為 我們就沒有 因為我們是 就是沒有辦法 就是 往台灣走 我們就是往上走 然後 可是後來我們想說也不行 因為 就是一直會偏你兩下 嗯 所以後來我們 團長就想了一個方法 就是 你還是開反 然後打反 我就是到 連著說你好像就 停在原地在那邊上下走 上下走 然後結果我們 因為風浪都很大 然後我們七個人 只有 穿上一個人 穿在那個腳盤上 我們七個人睡在床裡面 嗯 然後就是那種 腳疊在這樣子啊 然後可能 你的腳是在 第一個人頭前面 然後 我們因為行情 它會有一個寫度 然後 這邊不是有 剛剛不是有一個 睡覺在那邊嗎 睡覺的人都不行要抓著 抓著那個睡 然後我是 然後每次睡在那個上面的人 然後每次 睡睡睡睡 然後就滾下去 然後就壓到地上 然後 然後 結果後來又爬起 然後又可以 對不起 但你根本不能睡啊 你睡著了 所以就是 它沒有辦法省眠 就是前面 好累 對 然後就是長蛤 就是很辛苦 然後後來就是 因為風比較小了 然後後來我們就是 慢慢回去 就是因為 因為比賽其實 應該也是快起初 就是來不及回來 其實可是我們覺得 還是要把它開回來 然後就慢慢開回去 然後就慢慢開回去 然後就是慢慢回去 然後就是慢慢回去 然後最後我們回來的時候 其實大家就是 迎接我們回來 因為其實大家都非常感謝 我們安慰 然後其他有是那種 有比較大騷的那種船 因為他們還是開那種 就是有開帆 然後結果他們的帆 幾乎都是破掉 就是那種 你們有沒有看過海盜船 那種船 他們的船就變 就是他們的帆 就是變成這樣子 從帆變成季旋台暴 就是那種 就是變成很 其實那種事 就是變成很嚴重 很多船就是因為 就是風浪不好 然後這種 然後就氣曬 然後開引擎 對對對 然後 大概就是回正 然後 我們老師還 就是 我們機械老師還 做那個 周給我們 對 然後就是 這是我分享我們的行程 就是可能大家 可能不太 就是平安不備 有接觸到帆船 然後 就是 後來是因為 就是因為經過這麼多活動 之後 就是水上活動啊 就是我自己想要推廣活動 所以我就是 創業最近在籌畫 然後之後可能想要創業 然後就是我們 我們最主要 也是那種帆船 然後 目前哪些都會 然後我們最主要是在想 只是大概幾個 然後 有興趣也可以來找我們 謝謝 好 謝謝 謝謝